未来国会将面临bipartisanship 也就是两党执政 这表示川普会接到更多的调查 与更多的传票 而对民主党来说 虽然赢得了众议院 但是外界所预测的这个blue wave 也就是蓝色浪潮并没有发生 取而代之的只是蓝色涟漪 那么未来两党将如何共治呢 那么这会对美国的政治 以及国际的情势有何影响呢 针对美中贸易大战 川普在选扣记者会上 爆料说中国已放弃了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已经准备了 中国已经准备了 准备了 中国已经准备了我们 两年以为经济力 现在他们不太近 中国已经准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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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批判 我告诉他们 中国是一个适合国的国家 你知不知道 中国已经准备了 中国已经准备了 它已经准备了 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烈的国家 而在众议院委员会的运作下 专家认为川普最应该担心的是穆勒调查 也就是通俄门事件 虽然在两党执政下 会有国会僵局的产生 但美国民众则正面看待 然而对于民主党而言 蓝色浪潮不如预期 专家解读一切都是经济 没有蓝色浪潮 却迎来了彩虹浪潮 是女性和少数族裔 在国会的胜利 这样的美国会如何往前走 让我们拭目以待 怀疑新闻特派记者曾韵金 在美国矽谷的采访报道